小三通在促进两岸民众交流往来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意见在推动敏台应通尽通畅通台胞往来通道方面 进一步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就是在经贸合作畅通方面 我们将持续加强物流枢纽等重大物流基础设施的布局和建设 着力提升敏台经贸合作的基础保障水平 围绕着促进敏台融合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行业领域 制定出台敏台合作放宽市场准入的特别措施 部署一批优化市场准入的政策举措 鼓励福建自由贸易区试验区扩大对台的先行先事 进一步支持对台小额贸易的创新发展 积极探索促进经贸合作畅通的制度和政策 第二个在基础设施联通方面 近年来我们积极推动福建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 已经建成了综合立体的交通网络 已经具备了连接敏台两地高速通道的工程技术能力 为提升海峡两岸基础设施的水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前的两岸各界对两岸基础设施直接连通期盼已久 我们要共同努力争取早日实现两岸民众坐着高铁 轻松跨过台湾海峡的梦想 促进更多的台湾地区的商品 搭乘中欧班链等畅达欧亚的市场 更好的汇集两岸的同胞 在资源能源资源的互同方面 目前大陆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能源体系 能源绿色转型的成就举世蜀目 水电 风电 光伏发电的规模多年来居世界第一 具备全球最先进的风电光伏生产能力 和远距离变电输送能力 特别是福建省的清洁能源发展迅速 闽南外海滩的浅滩是以海上风电的发展 具备向台湾地区大规模输送绿色电力的条件 我们愿意加强两岸的能源领域的合作 共同推动两岸能源的绿色转型发展 第四就是在行业标准的共通方面 近年来我们加大力度推进两岸标准的共通工作 在冷链物流 养老 照护 食品安全等领域 编制了99项的两岸的共通标准 为台湾中小微企业提供多功能的服务 一站式的标准化的服务 意见提出要建设两岸标准共通的服务平台 鼓励两岸产学研企业共同制定行业共通的标准 我们将重点围绕两岸民生福祉这些领域 进一步强化标准的共通和标准信息的共享与交流 为两岸的企业提供更精准高效的标准化的信息化的服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